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麥克大叔 今天來到這個中校動路四段的Ray Cafe 那這間店在網路上是小有名氣的咖啡店 那我們就來喝喝看他們的咖啡 跟吃吃看他們的鬆餅 然後這是這間店真眠的樣子 那因為他們現在有一個APP的活動 所以我剛剛先換了一杯免費的咖啡 那這是這間店真眠的樣子 地址是寫台北市中校動路四段170項5弄20號 那地址有錯誤,我再更正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招牌 一個小小的,算是公仔的人物吧 那這個就是點餐區 小姐你好 那我剛除了那個冰咖啡之外 我想要再點你們那個 比利時列子鬆餅原味的好了 好啊,一個就好嗎 嗯,對 好,這樣的話,內容還是外帶 啊,內容 好,看一下喔 好,謝謝 請問一下你們咖啡豆是那種 調和的咖啡豆,對嗎 我沒有,但是米豆也有綜合豆 好,這樣子 好,謝謝 好,那這樣的話是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另外,不好意思,再問一下你們 營業時間可以問一下嗎 營業時間嗎 嗯 平日是早上8點到晚上6點 嗯,是 所以那,現在的話是從10點到6點 嗯,好,謝謝 嗯,好,謝謝 好,那門口這邊有很多這種小的便條紙喔 好像是10點卡 蠻多的 好,內容區上方應該就是寫 喔,這個娃娃叫做Ray喔 我是Ray 喜歡新鮮的咖啡跟一杯好的國民飲料 是我追求的夢想 另外這邊還有,但是可能被燈擋住看不清楚 好,那進來這邊就是剛剛的點餐區 然後咖啡跟這個製作餐點的地方 好,工作人員是一共三個人 好,那門口進來,牆面上也是有很多這個集點卡喔 好,用餐區的這邊也有這個單品的咖啡都可以購買 好,然後這邊他們也有這個咖啡拉花藝術體驗課喔 兩小時八百元一個人 可以到店內報名喔 好,那用餐區的前面這邊就是有這個擺放咖啡豆 跟這個馬克杯喔 蠻好看的 好,這樣 好,用餐區大概可以做 十六,十八個人吧 喔,原來這個集點卡是可以換他們這個專屬的T恤喔 還蠻好看的 好,那這個就是他們的鬆餅喔 就長這樣 好,那還熱呼呼的喔 那現在就吃吃看 我點的是原味的喔 雖然香甜香甜的喔 然後有濃濃的奶油味 嗯 好,不會很膩口啦 因為我沒有很喜歡吃甜 所以我就沒有點其他口味 但是還有其他口味喔 好,就是很單純的麵粉跟 奶油還有蛋的味道吧 或者是鬆餅粉的味道 好,因為鬆餅的部分我沒那麼熟啦 所以說我有可能會講錯這樣 好,總之這個鬆餅是還蠻不錯吃的喔 那但是這一個是五十塊 很香啦齁 但是這樣我是吃不飽的 若以 呃 只會兩分飽 以這個份量的話 好嗎 因為醬汁要七十五塊喔 所以這個分數我給七十五分 好,那這個就是他們的冰美式喔 原本要五十塊 現在變免費了喔 好,現在就喝喝看 我喝起來就是調和豆喔 然後有咖啡的味道 它有一個這個果酸的感覺喔 然後還有一點點輕微的苦味 那我覺得還OK 咖啡豆味道還不錯 但是就小小貴啦齁 這樣小小一杯就五十塊 但在東區的話 可能是比較正常的價格 好,那分數我覺得是七十五 都算是在水準之上啦齁 好,那最後就是這一經驗的名片齁齁 瑞咖啡 好,地址就在台北市大園區 中校動物四段 一七零巷五弄二十二號 個人覺得就是 可以來這邊吃個鬆餅 然後喝個咖啡 當個點心啦齁 說要當早餐可能也吃不飽 但是東西都還蠻精緻的齁 用餐的這個環境氣氛還蠻不錯的 好,它用餐環境齁 剛剛還沒有很仔細照齁 有一點點像那種鐵皮屋的感覺 應該是故意營造的氣氛啦齁 好,那各位來就祝我們用餐一塊齁 掰掰